刚刚在昨天发生了一起抢案 有一名40多岁女子说 她从桃园到花莲要来找朋友 晚上开车准备回饭店休息时 说她在路上被三部机车给尾随 而其中一名嫌犯 突然把车门打开 还拿酒瓶砸她的头 抢走了22万元现金 但奇怪的是 整女子检查之后 她的头部是完全没有外伤的 只有左手有受到撕裂伤 而且她也不愿意回警局来做笔录 态度相张的闪烁 加上警方邀约见识器 没有发现有任何机车在尾随她 连城门的把手也找不到任何指纹 让整齐抢案疑点重重 警方拉起封锁线 见识人员在现场进行财政 地上还留有一个碎裂的空酒瓶 花莲县新城乡 7号晚上9点多发生抢案 头都血了 被那个保利达的瓶子打被抢 这里面有20多万都被抢 20多万被抢走 桃园一名40多岁女子的花莲找朋友 晚上9点多开车准备回饭店休息时 自称在路上遭三台机车尾随 一名嫌犯突然拉开车门 坐进车内手上还拿着一个空酒瓶 用力砸向她的头部 女子松一时向警方表示 身上带有22万多元现金 全都被歹徒抢走 但奇怪的是 女子检查后头部并没有外伤 只有左手撕裂伤 而且也不愿回警局做笔录 态度闪烁 监视人员发现 轿车门把并没有指纹 都是灰尘 加上警方目前调阅路边监视器 并没有发现有机车尾随女子 让整起案件疑点重重 经本分局调阅案发周边监视器的结果 并未发现 这个该部车有遭人尾随的情势 由于政务不符 监视器也没有拍到带涂车辆 目前警方要深入调查 扩大桌边监视器 也通知女子到案说明 要来理清案情 记者陈津叶 花联报导 好